獨贏那邊金枝霸都熱很多,26元 當地都很接近 金枝霸和北極園區的票數是很接近的 一直都很接近 兩隻完全拋離其他馬 好,騎手揮旗 馬匹準備入閘了 好 東京競馬場 這個馬場可以到達10萬 37屆日本杯 獎金很豐富 接近6億的日圈 好,開始入閘了 看到這隻是秘魯大城 上年就跑過,他跑第七 他跑法國海旋盤大賽 他也是跑第七 好,入閘了 入閘很快 大家記得日本馬就不是入閘很久 一陣就入了 好,季樂也入了 接著就意識甜讓 他和風修節將會同彩衣 好,接著在外擋 天下唯一 七色線入了,風修節入了 解密精英入了 來擋那邊有萬賴,曾鳴,貴落 還有高尚進入了 澳洲考飛得杯冠軍的全勝旗 這是外擋馬,外擋也是外擋馬 外擋河洲也入了 全勝旗就在考飛得杯做了一次奇蹟 看看今天可以不可以 拿了一張入場券 對 入閘有點脾氣 但麥爾本杯他跑得一般 跑第十五 香港這邊北部園區又熱一點 大二門 如果地快,就幫助他更多一點 好了,全勝旗 這些不入閘的 多數都不是他們本地的馬 他們自家的馬 走入閘的,認識 很多都認識自己走入閘的 好,走進去就是山勝最強 觸動心弦,北部園區 日本,還有另一匹日本的李健王冠 好,金枝巴 嘩,一隻口氣有五匹 好,應該只差外擋那些 山勝最強 和現在鏡頭看到的最後震撼 外擋那些都入了 好,出入閘 最後震撼 2017年的日本杯 17匹馬入閘,隨時起步 準備,2400元級賽 這輛的時候算出得齊 前面快一點,內擋那邊北部園區 貴落快一點,高尚進入都不限 中間埋緊尼就解密精英觸動心弦 大概當埋緊尼意識甜揚 外面上來還有天下唯一和最後震撼 然後才是山勝最強 埋難那邊全勝旗金之伯 再跟著還有風修節,李健王冠 然後才見到還有萬賴曾鳴 後些位置了愛達河洲 暫時包緊尾馬,秘魯大城七色線 這裏距離前往,拉開一點 進入彎,十個彎都有 轉彎後,結果自己帶頭 北部園區帶了整個馬位出來 上來第二位,外蝶解密精英 貼蘭第三季落 反而鬥著不放 北部園區自己放 博仔第四位,天下唯一 二蝶第四位,拍著內蕩高尚進入 過幾馬位之後,外面意識甜樣 中間觸動心弦,埋難全勝旗 再過幾馬位之後 才見到金之伯拍在內蕩 外面那一部分是最後震撼 然後還有山勝最強 然後馬,先見到風修節拍著李建皇冠 載成兩個多馬位之後,愛達河洲 尾三位至曼賴曾名 尾就是秘魯大城 包緊尾仍是七色線 頭尾馬距離者,大約12個馬位左右 跑了一半路程 前面帶頭在北部園區 帶著一個多馬位 沒有馬壁?和去年一樣 這處境很好 博仔第四位是解密精英 守著第三位是貴樂 然後他們還有高尚進入 還有天下唯一 埋難外蕩那邊還有意識甜樣 後些些位置在內蕩 金之伯抱著第七位 看看有沒有位出來 然後馬才見到全勝旗 中間還有足動森嚴 後些些位置才見到外蕩上來 李建皇冠 內蕩是山勝最強 然後馬躲得比較厚 愛達河洲 那些馬躲得比較厚 入緊灣時,北部園區放得很順 還帶著一個多馬位 開始迫他解密精英 內蕩貴樂 要等位出來 在外蕩走到上來 意識甜樣 然後李建皇冠 那些都兜出外蕩 進來直路的時候 前面帶頭就是北部園區 鬥著帶著兩個馬位出來 後面追上來的外蕩 是李建皇冠金之霸 中間上來是高尚進入 內蕩放在全勝旗 去到300米範圍的時候 前面北部園區還撒開大步 帶著過幾萬位 追他就是報名的高尚進入 外蕩殺到上來是金之霸 是這三分馬欠頭馬 報名一路著高尚進入 迫著他的外蕩上來 金之霸 三分馬很接近 報名贏的本輩 高尚進入第一名 看看是否金之霸 要拍照 第三名的北部園區 第四名 好遠之後 看看是否全勝旗的馬 結果高尚進入 反勝北部園區 去年他輸了 今年換了報名就贏了 第二名看來是金之霸 第三名就北部園區 都跑得很準 第四名就好遠 整堆馬 看看是否全勝旗的馬 哪一匹會近一點 贏就一隻了 高尚進入 今年換了報名相差很遠 不同嗎 杜滿來就不選他 給了報名 但杜滿來那隻 看來上場用力太多了 用力太多了 用力太多了 因為他早短也拍照 那隻金之霸 看看第四是哪隻 都成堆馬 贏就一 高尚進入 看來第二就二 一、二 因為北部園區都被他們過了 二就跑第二 金之霸 但第四很遠 看看是甚麼馬 成堆的 一、二、四 一、二、四 已經很聰明了 金之霸很早二出來二疊 穩定位 他真的厲害了 這場馬是三歲馬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把所有馬拋掉 第四名 看來我們的馬 三匹馬脫掉了